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人为什么会干工作 我们来分析分析 人为什么会努力 人为什么会奋斗 会做枯燥的工作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叫利害驱动 因为有利害驱动 我们才会做枯燥的工作 完成枯燥的任务 这个利害驱动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例证 宋代的 也是宋代的 而且也是北宋年间的 各位都知道 北宋年间出了四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名人 史称叫宋四家 这四家都是谁 苏氏 菜香 黄庭坚 米福 四个大文豪 我们要讲的是第四家 米福 米福这人书法水平非常棒 但实际上米福在学书法的时候 经历了一个很小有趣的波折 米福从小就练书法 但练了很久都没练出来 写字依然很烂 后来经人介绍 就跟一个老秀才去学书法 拜人为老师 据说这个人水平很高 带出了很多好学生 所以米福就来了 老爷子乐了 老爷子说 第一 跟我学书法 要用我的纸 不能用你自己的 米福心想 这可好 跟老师学书法用他们家的纸 你说行 老师 我用你的纸 老爷子说 第二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用我的纸 你要掏钱 我的纸 四两银子一小张 八两银子一大张 要多少有多少 我们前面讲了 四两银子什么概念 北宋那个时候 一个殷实人家 一年生活费八两银子 四两银子半年生活费 换算成现在的话 这四两银子就是四万块钱 你想想 你送你儿子去书法练习班 最后四万块钱买张纸 你敢送吗 这米福掂量掂量 全家的银子打点打点 那也就十两 你说老师 我先要一张得了 老爷子说行 练好了一张也够 给了张纸 你说那先生你教我吧 老头乐了 说到年底了 我要参加各种论坛 学术会议 还要去电视台里拍个片 我很忙 你先自己练 三天以后我回来 我再教你 那明教授都不自己带博士了 师兄带师弟 教授都四处满天飞了 都这样 宋代都这样 走了 米福在这练 三天以后老头回来 说孩子来 把你写的字给我看一看 米福把字 那张纸写的字往桌上一扑 一扑着老爷子脸 哗啦就撂下来 老爷说孩子我告诉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今天还这么平庸吗 你懒呢 咱们老祖宗有话 叫一勤天下无难事 功夫不负苦心人 你勤吗 你不勤 三天这么长的时间 你看这张纸 写字还没写到三分之一 你怎么这么懒呢 米福一咧嘴扑通就跪下了 说师父 不是我懒呢 俺家穷啊 这都是钱呢 那哪是纸啊 对吧 所以米福说我家穷 我只能省着点血 我的一个字 我得想几十遍 我才敢落笔啊 老爷子乐了 那爷说孩子 你把你以前写的最好的字 拿出一篇给我看 米福随身把以前写的 认为最好的一篇字拿出来了 米福把这两辅字往墙上一挂 退后三步 这一看米福自己都惊讶了 这三分之一的纸上写的字 比以前写的最棒的字 都不知道要好的多少倍 特别棒 老爷子说 孩子你知道你为什么写这么好吗 米福说 先生 你这纸是神纸 老爷子说 不是 我这纸就是普通的纸 你说 那我师父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老他说 我给你讲讲道理 说你这孩子 你学习到今天 积累到今天 成功的技巧 你一点都不缺 你都会了 但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投入 你以前写 用的是单位的报纸 用的是打字史的复印纸 都是免费的东西 免费的午餐是没有味道的 免费的资源是没有投入的 随随随便便一写 写完就扔了 老爷子说 我这纸可不一样 四两银子 四万块钱 你爹你妈的血汗钱 所以你在写这字的时候 你要躊躇再三 每一笔 每一话 都是精心之作 老爷子说 我跟你说孩子 你知道吗 什么叫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就是 要不然就不写 要写 无论在何时何地 什么纸上写字 都要保证 每一点 每一话 都是精心之作 你缺的就是得投入精神 所以老爷子说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要记住 从现在开始以后 每次写字 你都要把那张纸 当成四万块钱一张纸 一点一话 精心来写 要不然你就别写 有了这种轻情的投入 精心的这种书写 你一定会名满天下的 说完以后 米福说 师父 谢谢你 我懂了 老头乐了 从后面套出一个小布包 说这是你那四两银子 道理你已经懂了 银子还给你 你回家去练 后来米福果然名满天下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投入 这叫什么 利害驱动 你说为什么没有这四两银子 他就不能投入 因为没有利害相关 管理学上 西方管理中 他也有一个预言讲这事情 他说什么呢 一个人要过一堵墙 怎么着你都过不去 怎么办 你把自己的帽子 或者新买的丝巾 解下来 隔墙扔过去 扔过去之后 立刻你就有办法过这墙了 赵老师再给你推广一下 你们把新买的钻戒摘下来 隔墙扔过去 脱手那一瞬间 你有一百种方法过这墙 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过不了这墙 因为墙那边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过墙这件事情跟我们利害无关 做大事不要用免费的资源 做事情要有认真的投入 有点成本是好事 只有投入了才能有高效率 所以 利害相关 就是做事情的第一个驱动力 你要让下属干这工作 你得知道干好了得有它好处 干不好得有它坏处 综上所述 合理的运用利害驱动 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然而 宋江遇到的问题是 利害驱动对于英雄好汉们 却收效甚为 那么 宋江又是如何激发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的呢 宋江绝对是一个带团队的高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从梁山里边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讲起 大家注意第71回英雄牌作词 牌作词之前宋江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在中义堂前平了一个土场 一个黄土广场 弄结实 夯实了 土场上立一个旗杆 旗杆上整一大旗 上书四个大字 叫替天行道 为什么要竖大旗呢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更深入的管理学的道理 大家注意 水破梁山这地方 108条好汉 十万大军 校聚山林 梁山在山东省济宁 这个地方我去过 弹丸之地 养活着一十多万人 而且这些好汉 花天酒地 灰金如土 它钱从哪来 它没有石油 也没有小梅窑 不炒基金 不炒股 也没有企业赞助 你说钱从哪来 梁山要健康发展 它必须得有资源 得有钱 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专门写过一个论文 文章的题目叫什么 论水破梁山的经济问题 真是大问题 没钱不行 所以我们说梁山要健康发展 英雄要过大英雄的生活 怎么办 必须得有一群人默默无闻 兢兢业业 战斗在捷道和开黑店的一线 没有一线员工的辛苦 哪有英雄的光荣 那都一线人拼命拼出来的 那问题就出来了 你让这帮人去捷道 你让大英雄 比如你让林冲去捷道 林冲愿意去吗 不愿意去 捷道犯罪 丢人 害人 所以他不愿意去 他又必须去 怎么办 林冲捷道 那得晚上去 黑沙蒙面 蒙着 枪不敢拿 拿一刀 马不敢骑 骑个驴 为什么 林家枪天下文明 林冲又是开封武术学校的教练 那一辆枪人都知道了 所以得骑个驴拿一刀 而且还不敢说话 林冲是开封口音 河南话 一张嘴人家能听见 趁黑去 也不说话 拿一刀 遇到客人之后 林冲捷道三个经典动作 第一 我有家伙你怕我 第二 把东西给我搁着 第三 路在那赶紧跑 所以林冲捷道去撒动作 然后人家跑了之后 林冲拿起东西转世 他也跑 捷道的比被捷的 跑得还快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觉得丢人 所以大家记住 一个团队成员 就算他再有本事 再有水平 如果他做的事情是他不认同的 他一样不出业绩 一样不出业绩 你需要让他有认同感 你说大英雄就觉得 要捷道这事不好 犯罪 怎么样做认同感 宋江想出办法了 宋江的方法要什么呢 价值驱动 用远大理想 用崇高愿景做认同感 宋江写四个字 替天行道 告诉这帮兄弟们 我们不是捷道 我们是替天行道 不是我宋江让你去 是老天爷让你去 这个符合自然规律 我们结了钱给自己花 叫为天下养英雄 给别人花 叫做公义事业 我们结富人天经地义 我们结穷人 秘密该搞 而且对他还是一种锻炼 我们这根本就不是捷道 我们这叫有组织武装募捐 先解决认同感 思想认识问题 把这问题解决完了 那你看大英雄再接到 觉得光荣 觉得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 大白天去 接到穿整齐工作服 还带名片 接完了说 这位客官你慢点走 这是我名片 我叫林冲 135上班 246休息 私人采访可以安排在礼拜天 个人问题 晚上给我打电话 这叫认同感 你看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我们回忆一下 部门团队当中 有些人有水平 有能力 思想境界也很高 他为什么就工作磨洋工 迟到早退 得过且过 不是他人品水平出问题了 是他对做的事情没有认同感 他觉得这事情无聊 没意义 领导要做的 就是让他觉得这事情有意义 这叫什么 这叫价值驱动 光有利害驱动 是不足以调动一个队伍的 必须要有远大理想 有价值驱动 一个价值驱动力强的人 可以旺季利害 所以我们的团队领导者 大家要学会做价值驱动 伟大的事业就像盖一个楼 万丈高楼平地起 再高的楼 也得一块砖一块砖的来 下属在垒砖的时候 单调枯燥疚 垒着垒着他就烦了 搁谁也得烦 让我们垒砖 我们也得烦 作为领导者 我们要做的 不是让下属热爱这块砖 热爱这摊泥 不用这样 你要做的是 在他垒砖的时候 在他旁边展开一幅壮丽的画卷 告诉他 你看这幢高楼 这幢高楼就是你盖的 他对国家 对民族 对很多人都有好处 这叫远大的理想 崇高的愿景 把它展示出来 另外紧跟着再告诉他 这幢高楼第七层 从右望左属 第三间 那是你的 里边送家具 送装修 鲜花水果准备好 门口站一大美女 小伙子干吧 他连夜就得垒砖 这叫什么 远大理想跟个人目标实现相结合 伟大的事业都是这么感成的 宋江就做这个 结果就驱动了这个队伍 人人都努力了 所以就是把厉害驱动和价值驱动相结合 把远大理想崇高愿景和个人的目标实现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带动这队队伍 那么在讲人人干事业的过程当中 还有第二个梁山的案例 也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 大家注意 宋江每次拉拢英雄好汉上山入伙 怎么拉拢 跪地下 管人叫大哥 说英雄大哥 我久闻你大名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这山寨我不做了 请你来做 你想想 哪个单位的领导 去招聘的时候走这路线 没人走 你看现在求知现场 那你去递个简历 人家眼皮都不抬 为什么宋江作为一个给别人提供事业机会 提供职位 这样一个有资源 有实力的人 他要这样应望 低声下气 应望人身上贴 他没必要这样 他为什么这么主动 这就是宋江的高明之处 看到这 我们不禁感到疑惑 宋江作为水波梁山的领导者 在招揚英雄的时候 居然是如此的低声下气 然而 赵玉平博士 却说 这是宋江的高明之处 这 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总结成什么 拥有优势资源的人 要主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想一个简单问题 我记得 我在学习博弈论的时候 我的老师提了个问题 说同学们 你们想一想 在舞会上 什么样的人 最不容易找到舞伴 我学生跟我说 报告老师 没腿的 这叫脑筋急转弯 这不是管理 那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大家 答 最漂亮的女生 她最不容易找到舞伴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 她那么漂亮 她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她能找我吗 于是 大家 都找一差不多的 谁都不敢去找她 朋友不敢去 领导不敢去 老师不敢去 同学也不敢去 朋友觉得她找领导 领导觉得找同学 同学觉得她找老师 老师觉得她找朋友 谁都不去 最后这女生就一个人坐在这梅尔里 还得硬撑着说 今天我累 我不跳 其实心里难受着 这叫优势吓人 你说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大美女 到了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了 还迟迟接不了婚 找不到男朋友 就是因为她太漂亮 谁都不敢上 都被吓回去了 宋江就是这种情况 你那资源那么好 名气那么大 谁都觉得你找什么样找不着 大家都不敢去 于是你反而找不到人 这个事情怎么办 中国古代有个经典案例 就是解决之道 在西方的博弈论里 没给我们提供解决之道 但是东方案里边有 这个案例就是 唐伯虎点秋香 我来给大家讲解这案例 唐伯虎遇到秋香的时候 秋香大美女 唐伯虎看着秋香 那眉毛都乐开花了 说大美女 正要往前去跟人搭审 但唐伯虎心里咯噔一下 转念一想 唐伯虎想 我三十多岁了 长成这样 又没工作 而且唐伯虎遇到秋香的时候 家里边已经娶了八个老婆了 说这样人 能理我吗 人家丞相府里大美女 什么人没见过 所以唐伯虎打退堂鼓了 犹豫了 关键是和秋香做一件什么事情 秋香瞅着唐伯虎 奄然一笑 唐伯虎一看 你看对我有意思 跟着 立刻上船跟着 跟踪美女到了桃花屋 秋香上岸了 唐伯虎要不要跟 唐伯虎又犹豫了 说这是对我乐呢 说不定是对我背后的高个赵老师乐呢 被我捡来了 你说上岸这不就丑闻了 所以唐伯虎不敢上岸 正在犹豫的时候 秋香站在岸上 回头对唐伯虎第二次 奄然一笑 唐伯虎那腿都不知道怎么走的 就上岸了 真的喜欢 结果到了画府要卖身追女朋友 想那多大决心 把自己卖了追女朋友 牵卖身气的时候又犹豫了 说真的假的 逗我玩的 手印一按下去就完了 正在犹豫的时候 秋香隔着窗户对唐伯虎第三次奄然一笑 唐伯虎那心跟道乡村的陶苏一样 刷一下就碎了 咔嚓一下就签上这字了 手印就按上了 千古佳化就是这么成就的 所以我们讲 秋香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大美女 她懂得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优势的人要主动 你看我们都觉得 天上天鹅飞也飞 地上蛤蟆追也追 对吧 那美女都要等 那后边人都要追 你说为什么很多大美女 她个人问题迟迟解决不了 因为她在等 等不来 没人来 为什么没人来 大家都不敢来 为什么不敢来 你太漂亮了 这叫优势下人 经济学叫什么 优势资源的滞后配置 你资源越好 你越得靠后 没人敢 所以你要想有幸福 应该怎么办 应该适度主动 你应该学秋香 要适度主动 当然你说太主动 也不行 得适度 你说大美女跟人约会 谈三分钟就问人家 你喜欢孩子吗 完了 这把人吓跑了 要适度主动 你看人秋香这适度什么 就笑一下 给她个信号 就可以了 表示我对你有好感 剩下的事情 她来做 所以你要学会 给人家信号 聊个天 打个招呼 要问一句 你也是来开会的吗 问一句 你也是来看诗说节目的吗 要不然问人家一个问题 请问哪是西客栈 如果你还不好意思问 要不然就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现在几点了 她说我没代表 你说没关系 我代表了 我告诉你几点了 实在这都不能问怎么办 你问一个无聊的 无关的问题 给她搭一平台 抬头一看说 好蓝的天 剩下的事情就由她来做了 这叫适度主动 实在不行 你至少也要对人家笑一下 适度主动一下 所以我经常跟我自己学生 在讲课 我跟他们说 所有的帅哥美女都要学会笑 这里边有你的幸福 整天冷若冰霜 冷着脸谁都不理 别人都不敢跟你交往 最后你生活会受影响的 你说我们走到王府井大街上 对面来一大美女 你多看她一眼 这美女眼睛一翻嘴一撇 肌肉一扭曲 斜着就过去了 对这样冷若冰霜的美女 她的人生和未来 我们都寄予深切的担忧和同情 会出大问题的 这叫适度主动 宋江明白这道理 我是优势 我是老总 我明满天下 我要招这个人 我只有对他展示我的倾向性 他才跟着我 这就是人家宋江 为什么要主动的原因 所以唐伯虎点秋香 跟宋江收好汉 它里边都有一致性的规律 一致性的规律 讲到这儿 大家就看到了 我们要让人人干事业 拥有优势资源 人要主动 你要把利益驱动 和价值驱动结合起来用 大家聚在一起了 大家都开始干事情了 但做事情 就会遇到困难 就会有挑战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 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如何让大家凝聚人心 群策群力 让大家认同一个观点 接受一种行为 你这个你怎么做 而且特别是 在这种认同背景下 如何让大家优势互补 有钱出言 有利出力 团队合作应该怎么做 而在这个团队合作过程当中 最大的障碍又是什么 这些障碍我们应该怎么克服 这些问题就是紧跟着领导者 要考虑的问题了 那么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请大家收看下集 凝聚人心 谢谢各位 在这一集里 赵玉平博士讲述了 宋江是如何赐将身份 为水波梁山招揽人才 同时又是如何把厉害驱动 与价值驱动相结合 让梁山团队人人有试感 然而 干事业的过程 并不都是一帆风筝的 那么 当梁山团队遇到困难的时候 宋江又是如何凝聚人心的呢 请请关注下集 凝聚人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